一 化 二 是 化 三 是 三 化 人 萬 物 當我們這個世界未有的時候 其實一個混沌的情況 其實就好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雞蛋裡面 即雞蛋白和雞蛋黃 其實就在雞蛋裡面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面 是真的有文獻記載的 人是可以經過道法而升仙的 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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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講到關登興師傅都去到二十歲左右 二十幾歲了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值得我們提一提 然後開始他步入很多東西 跟現在我們所謂的拆封了 是金花娘娘的一個互法 就是鄭師傅所說的十年大運 那三零年他二十五歲 剛剛走到十年大運 他十四歲開始走 是 走到二十五歲就走完了 慘了 那時候月劇界沒有什麼生意 於是越南走浮 越南宇宙是很受歡迎的 三歲就賺了十萬元的越南幣 不是現在是越南盾 OK 現在有十萬元 越南盾就不值錢了 因為他還未扮好手足 於是被人控告 於是那十萬元的越南盾就被人充公了 好幸好又遇到貴人 越南僑領很想適海 這樣才令他脫身 否則他本身都離不了越南 應該走不了 應該走不了 然後他很奇怪 他每兩年看一跳 到二十七歲 即是兩年之後 他就在三文市大中華戲院 請到美國登台 去金山 去金山掘芬 這個時候 他當然是看荷里活 也崇拜了一個美國大明星 阿菲賓士 因為他是專門做牛仔 看到人家做牛仔的鞭鞭鞭 於是他練習哪兒 Doggers Fabian 這是在物片時代 一個很有名的牛仔片名聲明 這也是他人生的主點 因為剛剛電影是物片 是沒有聲音的 就主要有聲 於是那個市場更加大 於是他一有聲電影 令陸軍更加對電影產生興趣 於是他由一個舞台 粵劇 開始去想 拍電影 其實每一樣都是一步一步的來 是 到了29歲的時候 他就真是拍電影 還有拍時裝片 時裝片 那叫歌女情潮 這個是中國導演 中國演員在美國拍的第一部有聲電影 糾記吧 中國原來第一部有聲電影 就是在美國拍的 在香港和廣州放映 都放映了三個月 非常賣座 然後不斷地拍電影 一堆一堆 然後他也組成了粵劇班 來到演出 就是粵劇和電影 一起來 即是兩道去 之後就拍了一套 類似DC或者Marvel的超級英雄片 神編合 這個厲害 為何他拍了神編合 就是所說 他就是苦練西茨的神編合 大家可以看到 他每一樣東西 做了 又用 做了又用 就是這樣 他每練習了一件事 後面用回 每練習了一件事後面用回 所以這也是他人生的道路 他不會說 我要做就我才去練 他喜歡做牛仔 是他的興趣本身 就算他在後期 在香港也經常用做牛仔打扮 但問題是如果他做牛仔 他不練神編 就沒有神編合 就是他先做了 然後有另一件事 是用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他在神編合 除了神編勁時 他的鬨核更加厲害 他是反串 一個這樣的 大家想想他的樣子 他的身形 反串到墨西哥妙齡女郎 跳到踏踏舞 你想想他的想法 周星馳也想不到 我想 以前我想是有這科 我覺得 但是 猜不到 你做神編合 不要緊 你就是西哥妙齡 你又反轉扮個女人 女孩子 變成這樣 就是令觀眾 覺得是鼓勵不到 觀眾最重要是鼓勵不到 我看他鼓勵不到 我覺得他們真的好看 所以他們這麼受歡迎 那麼到了 那三七年 日本侵華 於是就全民抗戰 那麼全民抗戰 很多人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特別離譜 人們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去買飛機 就是這個 完全 超乎想像 你怎麼可能一個平民 去想要買飛機 這個是 他想不到 因為當時 國民政府 是真的叫有錢人捐飛機 捐物資之外 他是捐工具 捐車 捐飛機 捐這些東西 但是 他可以有錢到可以捐兩架飛機 是否真的沒有 OK 為了籌錢 就跟白俱榮 胡蝶 在普應戲院 現在沒有了 現在那個是日東酒店 差不多 是 二演了一個摩登霸王儀 就籌了兩萬多元 全部捐出了 然後 去美國籌款 籌備了抗疫基金 成立一些會 於是 就真的 等於這個是 榕樹頭 表演 飛刀絕技 拉硬工 大寒天赤薄 即是那類 籌籌 籌款 籌到美金五千元 總共籌了七部救護車 三十二雙寒衣 運來香港 轉到內地 接著 1937-1938年的兩年時間 總共有三十幾萬美金 全部交給國家 即是救國委員會 那些就從這裡開始 各樣的事情 那時候就是三藩市救國總會 是 接著 這個我們是想不明白的 那三百年年底 他就想一家人 從美國回到內地 抗日 但是沒有雷費 即是那時候的雷費不太貴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時候有些人就說 不敢啦 你既然籌款什麼錢 那你不如在善款拿些出去做雷費 所以我籌款目的是救國的 不是給我做雷費的 所以我都不會用的 那時候就是一班橋商 就夾粉送船飛給他 去到譚香山 然後譚香山那裏 他就再沒有捐了飛機 就是譚香山那裏 那時候原來 一萬兩千塊美金就買了一架戰鬥機了 哦 可能很多機貴 不知道 譚香山捐入飛機之後 接著就是搭架船回到香港 然後就在香港做一些宣傳抗日 即是宣傳抗日 異演 他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這個時候 他也是自己寫了劇本 之前他寫了劇本 是做不到的 現在他寫了時裝劇 叫做兩個臥兵 很受歡迎 又是一些愛國片 即是鼓動人類抗日的電影 但是他真是有軍銜的 他自己本身 他真是落手落過打仗 那時候在廣西那時候 是的 變成這樣 他出錢出力 拍戲 籌錢化 即是每一件事都做完 到了1939年 他的大兒子就出生了 他依然是用粵劇來救亡 不斷來演出籌錢 各樣的事情 演了三個月 還演了93場 全部不收錢 總之就是移演 移演 何香盈送了一把指線給他 上面寫著 愛國藝人捐力歸功 即是說回這幾年的事跡 總之就是他用自己的力量籌款 那些金錢都不收 全部錢都給了 這個是國家的 嗯 因為這把指線就大了 因為這把指線令到日軍知道原來關卿做了這樣的事情 原來是4萬元來追殺他 那時候很重要的 4萬元 就是想想想他 即是被日軍追殺 真是很可憐 嗯 那就走路了 即是左臂右臂 但不死那些 到1941年的年底 入軍侵略香港 於是關卿興義字 因為被人通緝 於是從香港走回內地 去了韶關 那邊 即是躲起來 去了一個兒童兒園 做教授兒子讀書寫字 到了1945年後 他才回到香港 從操故業 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外國藝人 於是他就開始演關雲場 他絕對可以 即是正氣 嗯 所以因為他本身 很多是遵守的 我想師傅不知道 知不知 他們演關雲化妝 原來就不能動 是啊 不能動 不能動 他好像有一次 不能夠說話 不可以不出聲 剛剛做了一陣子 他不知道 他去廁所之後 接著那場戲就 大劑 就是亂了大龍哭 不出了事 下午會是這樣 還是 是的 他們 即是 在粵劇界有很多規則 就是 多不勝數 甚至台灣很流行 他們叫做 扎總 那個儀式 你穿了中葵衣服 都不能夠出聲 不行的 因為為什麼 你一出聲 你根本就不是中葵 那些鬼知道 原來這個是流灘 那就很多事幹 還有 我聽過以前的粵劇前輩 也有說到 他說 以前有些 凡是演出一些中義 或者一些涉及有神明 歷史的人 他不能夠出聲 因為他有種情況 會降臣 是 又或者我們這樣說 如果我們去杜家 我們 你看我平時 我都會盡量很少 比較嚴肅 穿了一些道鋪 因為我們當請祖師爺 或者我們的神明 去穿個袍的時候 等於穿了奸衫在身 你就要很嚴肅 你要很多禮節 你要守 否則的話 你就得罪了宗教的代表性 或者我們在大禮堂 你會見到一些道士 坐蓮花之前 他戴那個帽子的時候 他們很著緊 那個帽子戴得正不正 然後一穿那件衣服 他們基本上是不出聲 只是做一些經文 或者一些手印 有些手 我們叫做一些法 儀式去做 全程是不再談及任何事情 如果嚴謹來說 不能夠用他自己的身份 不可以的 因為你穿了一件衣服 就代表了 你已經不是人格 你是代表神 我不可以再稀皮思念 和善信去開玩笑 或者善信問什麼都不對 旁邊的人會罵 因為當你去到那個階段二 你需要演繹一些事情 你是代表了神明說話 所以這個我們是很嚴謹的 否則你一說錯話 你會收回 是的 所以他某個事之後 知道了 所以他遵從所有的規矩 可能會不會有神靈上的身 所以他演得特別好 也不出奇 這個不出奇 起碼他自己營造自己 集中精神 做那個演繹 其實都在邏輯上 或者我們在人類行為學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還有我想他們這一輩人 比如學得功夫 或者做得氣行 我們經常都說 以前鐵打、神功 這一類型的衣術 其實本來是合起來的 因為一個人走到不同的鄉下 一定有些旁身的東西 你學一下功夫、有神功 又要認識衣人 這三者本身其實是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到後來就開始慢慢睡覺 或者這樣說 不要說融不融合 在現實世界 你一定要添加 因為如果你學武術或任何東西 你很容易自己整身 你自己不能夠自醫 難道你每次去找醫生 或者鐵打師傅去整 沒有的 山長水源 尤其是氣班子 大家都會知道 以前氣班就是周圍走浮 當地的地方 如何去醫治你自己 很多東西都要學會 那就一環扣一環 學武的人 多多少少一定要懂得揭答 甚至最基本就是如何扶教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所以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後來關德興師傅他開寶芝林 那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只不過他不告訴你 其實這一代人 他們這幾樣東西是必識的 只不過是工夫多少 沒錯 那個層次深層 這個我同意 還有基督正說了一個美好的說法 其實關德興 轉了做鐵打 其實是因為他沒有氣開 因為那時候大陸軍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所以他就上不了台 上不了台 你又在氣班那裏 你又離開氣班 於是你轉了去做鐵打 就是氣班鐵打 因為氣班是打真軍的 你那些打打就會傷 變成他就是軍衣 他藉著這個時候 他就有很多鐵打經驗 所以他的人生 每一步都是 到某個時候學了一件事 到某個時候學了一件事 到這個時候 即是戰後 他就學了鐵打 他學鐵打 其實來說 因為打官太厲害 他變成武器做 於是他就做鐵打 但問題是 到了1946年 他就想事情 我劇劇不能做 我忘記大陸軍來 我拍電影 於是這個時間 他用了三年時間 因為他不懂 他用了三年時間 學拍電影 就拍了黃飛鴻這個系列 黃飛鴻這個系列 就是他1946年開始去量 但我三年 1949年才開始拍第一集 女主角就是第一屆的香港小姐 李蘭 大家不要以為香港小姐就是TVB 一早已經有了 一樣 殺手減 神鞭 所以黃飛鴻上集 就叫做鞭峰滅足 就是用神鞭打色之蠟燭 變成神鞭折舉 下一集叫做火燒爆黃莊 這兩集就是黃飛鴻最初的兩集 但問題 如果大家看過最初的黃飛鴻 和後面的黃飛鴻 人格完全是兩個人格 是不同了很多 而且在黃飛鴻轉裡面 他首先做口頭事 大家都知道 我黃飛鴻 你們這把馬丟 這兩句主要對話 就是黃飛鴻轉 就是整天罵梁寬和靈魂街 那一句 對 接著就一直這樣拍 就開始拍第三集 第四集 但不知道為什麼拍第四集 就是現在的漫威 不拍 本來梁寬歸天就結束了 全民就是 我現在死了所有主角 所以到1951年 第五集已經是大結局了 就是梁寬死了之後 第五集已經是大結局 這五部電影裡面的黃飛鴻 是很霸道的 很霸道的 霸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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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之想到門 通常門是向內推的 這樣推門 我也是 不是的 是向外推的 為什麼這個設計呢 其實是挑機的 挑機的 他說你這次踢盤 我腳身去就敲出去 因為你向外 就不用再鬧到門 那時候 因為你南北那時候 南北武術 那時候就算打仗,北來的武術來到香港,其實有些情況都是因為這些東西 門向也是有很大影響的 你真是串到這樣的,我一伸你一腳就飛出來了 那我門也不用開給你,就免得撞到門 就是這樣 那就是所說的第四集,梁歡歸天那一集 我看過,你看過 他最後就把棺材放在門口那裡 這件事也是大忌的 那時候梁歡被人打死了 那時候就說同徒弟報仇 那麽打死梁歡歸天都死了 因為他直接要拿你命,他報仇 他不是後期以得報怨那些 早期頭那幾集,不是這樣 所以那五集的情況是沒有了 那待會寡婦在棺材前面 做些事情的時候,他都做得很絕的 破官的,打爛副棺材後來打 那時候的黃飛鴻是這樣的 那麼到了,拍完這五集之後 1952年,他才開香港寶芝林 寶芝林其實在清江歲12年 已經在黃飛鴻,在廣州開的 真黃飛鴻 真黃飛鴻 寶芝林的意思就是寶劍出少 他就叫芝草成林 即是他說我可以打的 我有劍的 你不要來 然後就是我有藥的 所以叫寶芝林 所以他都理解的 因為香港寶芝林就是 他做了黃飛鴻,他出了名的 所以他就用這個名字,我合理 現在也是這樣 做了寶芝林,因為剛才所說 就是霹鴻州那邊 到了1953年的年底 他就在香港英王道89號 開始有關德興醫局 不是寶芝林 另外一個 正式的了 當然有故事 就是為什麼不用寶芝林 不是有故事的 先說這個 窮人不收手銀金 和貧民治病 自從 到了這個時候 他就開始拍回黃飛鴻電影 為什麼他會用關德興鐵打這個名字 因為當時 黃飛鴻的老婆莫桂蘭 他下來了香港開館 我記得是在灣仔落黑道的 這個主要就是反權問題 因為寶芝林就是所說的黃飛鴻的老婆 給了他的兒子 那個是寶芝林 所以他不能用 所以要另外開館關德興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 是反權糾紛的問題 是的 說回了 五三年就開了 他就開始改變了 開頭五十的性格 就完全是兩種東西 開始正氣了 開始打惡霸 黃飛鴻一棍瀑三妖 開始這個黃飛鴻性人化 變成了由開頭這麼殘暴 收起變成了性人 他1956年 一共上了26部電影 平均兩個星期一部 上一部 算慢的了 連續啊 他一年啊 他不是說我七日先七日先不出奇 但是你不是一年七日先 他就是一年 平均兩個星期一部 拍了一年 拍了26部 你跟香港我們現在追劇都差不多 很厲害啊 所以當年的電影質素 就是 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當然是很差勁的 但是以當年來說 都看得移輸移墜的 大哥 我小孩子 我只是看他和阿錫堅兩個 彈彈彈彈 在這裡轉轉幾個圈 那裡都已經過癮了 是嗎 黃昏鴻很受歡迎 於是到1958年 他就在香港 建立了武姓堂 奉治這個關帝的聖像 就是他叫做《山關公》 演戲的時候 所以他到現在 又接回關公的一脈 因為他用了關公 所以他更加正義 所以他變成拍日後的黃昏鴻電影 都是用正義的形象來做的 嗯 去了美國了 移民了 接著就 接著就移民了美國 也參加了很多中興的活動 這裡就很嚴重了 1961年 他移民了美國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又有問問師傅了 當地的上司就說 他和原配 兩個都命硬 不能長久在一起 因為大家都不行 要他們兩個分手 那他真的分手 胡黑 會不會這樣就分手了 奇怪 有的 有的 我又覺得中間很奇怪 我聽過 因為我爺爺 我爺爺 有很多兒女 他們以前說 如果真的命硬 那個大婆 或者他原配 是可以叫老公 娶個兒子回來 射回那些氣 等於我們常說 充喜充喜 有的 這些都是一些民間習慣 不過有些情況 有些情況可能就是 因為可能那個南方 是真的想有這件事 可能就有這些東西 都有可能的 絕對不出奇 但是這個就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我 我講真的 如果在現場社會 現在不行的 如果有個 有個術士說 我現在和我夫人不配 而我又討厭她 那我當然會跟師父的意思去做事 有個藉口而已 沒有人知道 尤其是在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人性 他都是一個知名人士 其實人的感情世界 我覺得就 就是沒得說的 很複雜的 但是關於和元配的姻緣 也很反轉 離婚之後就取足氣迷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總之就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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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最近的事件都是這樣的 還有一些粉絲 OK 1907年 就是關丁和第二任的太太 就回到香港 於是又再拍《黃飛鴻》系列 於是在這個時候 就加入了西瓜跑 已經下賊了鬍 真功的凌云街 在這個時候才出現 黃飛鴻就開始以德服人 這是第三代 第三次 因為我們如果對關德興做的黃飛鴻 有西瓜跑做的 那個是比較厚一些 以前是沒有西瓜跑的 所以是比較厚一些 所以是第三次 是 在這個時候 曹德華就是第二次 在這個時候 就說回我的問題 就開了寶芝林的約稿 將名字登記了 在第二任妻子的名下 到了1979年 這個妻子就逝世 中了三藩士 因為就是所謂遺囑問題 他跟兩個兒子 計紙 就是所謂的 就欠這個名字 然後保證不給他 於是可以去關丁醫館 本來關德想說在舊的醫館 拿一些藥材過去新的醫館 但是兩個兒子都不給 於是最後都要去法庭那裡談 最後停外和解 但是你要知道 因為以前貴價藥材 是真的用來投資的 如果你保養得好 是真的可以值錢升值 而且你都沒有 什麼虎骨那些 西國那些沒有 你現在禁了之後 你完全沒有 哦 是的 你只能說是唯有缺有 如果不讓你拿就沒有 是 1981年 坤是主演最後一部 黃蜂紅電影 《鬼的七》 《鬼的七》 就是彩色那部 最最後一部 這樣就宣稱人者無敵 嗯 好了 我就是班門弄府 介紹了金花娘娘 金花娘娘其實就是一個 類似宋子娘娘的新女神 其實是侯子的 或者是姻緣 姻緣 是的 姻緣也有 明朝的紅武七年 出生的 這個有很多不同的記載 有些記載說是一個女巫 嗯 就說是浸死了 肉身不為 而且是香 沒有絲維 而且是香 於是 這些人就是 將它 舉念了之後 就用香木雕成人形 來參拜 就是這樣 最後就成為一個神仙 是不是在潘儒那邊 他那時候是潘儒 潘儒那邊 因為金花娘娘本身是源出自潘儒 然後才搬下來平洲 帶下來的 對 大致是 總之就是 他是一句姻緣和宋子的娘娘 當然也有很多傳說 就是有撈了木頭 各樣供奉了 這個平洲屋 如果我們去金花娘娘廟 有寫這個 有寫這個 他撿了一塊木 就只是刻著寫著 金花 媽 媽字不是女字 媽 就是天后 是的 那時候 明運至13年 即1500年 那時候 那個移民就撈了木頭 他就擺在平洲岸邊的一棵樹下 供奉他 嗯 最初他擺在船上 因為神像擺在船上 之後就變成船廟 天后的那些都是擺船 也要整天船廟在那裡 是 擺一擺就會擺上岸 就是等於天后 是的 沒錯 200多年之後 到了清乾隆27年 即262年後 之後呢 有個藥師叫賴國文 妻子就病重了 於是四出尋找這個藥物 將船泊在平洲的榕樹底下 向旁邊的石許縣 結果找到草藥 妻子就病好了 得到金花的聖母顯靈 這樣就叫他在現在的平洲 盧平街和平安街的交界 建廟 建一間金花聖母廟 嗯 這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上次所說了 由 可能是一個很小很小 然後慢慢慢慢帶了一間 叫做一間 站得人的建築物 可能開頭站不到的 那就是民國三年 1914年 嘩 到這裏細算 都已經接近兩百年了 然後就是 因為年年乾旱 於是有個官 祈求下雨 他就說如果三年不下雨 我就將金花的聖母等到河 結果 那其餘兩天之後都曬到飛起 那第三才下雨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現在仍然還有這個遺跡 在哪裡去到哪裡 在東北順天 東北順天 是不是那個叫做魏滿洲國 那裡來的 要去到這麼遠 因為他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就將了金花娘娘的帳 就祈禹 那當時他就立了個園 就說在三天裡面就要下雨 那因為呢 就如果沒有雨的話 就將這個金身 就扔下去黃河那裡 但是結果就神跡顯靈 之後呢 就祈求兩天之後 仍然曬到彈起 王Sir剛才說了 但是第三天 猛太陽突然之間 那些雲散了 然後 咦咦咦咚落大雨 說落到呢 結果就靈驗了 之後就 北方就開始就有人供奉了 所說的金花娘娘的記載 是很多不同的記載 如果根據這個 平洲金花聖慕廟的記載 又跟我們所說的情況 又不同的 那他所說的事 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理解 照道 今天聖慕是天上九位大臣之一 算不算呢 不知道 這個 他所說的 因為他是 在唐朝裏面 又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本身這個女孩是文武相傳 又打得又盛 結果是劫富濟貧 此類的故事 是的 他說是唐朝有武功的女兒 劫富濟貧 因此於是被官府追捕 走到山的一個洞 山洞裡躲藏 爸爸上山 搖去的時候 在洞裡發生了人形的化石 就認為他變成了一個石 於是將那個石 供奉他 因此他叫祭民 於是民眾就叫他做一個救世女神 這是平洲金花廟的記載 到1978年 平洲金花廟 就九十修 就需要錢來維修 是的 當時有個經營賽當的聖業的女子 丈夫就患了腎病 她聽了一把女聲 就叫她去到金花聖母廟 然後 她丈夫的腎病就好了 於是兩夫婦 就夾錢維修了金花聖母廟 但是以兩夫婦人力來夾錢 甚至或者是加幫忙 可能要維修了極有限 那間廟都不會很大間 到1981年 平洲金花廟的女子 即是剛才的聖業的女子 就忘見金花娘娘 就說這間廟就倒閉了 你要找人來搞搞去 她說我也想搞 賺不到錢 那怎樣搞呢 除非聖母你幫幫忙 聖母在寶丹日 即是農曆4月17日 前幾天 關德興跟她的朋友 就請到日本那裡玩 他女人 關德興在酒店打坐一陣 就見到穿著奉冠霞佩的女子 即是女子 當時不知道什麼 這個女子自稱是平洲的金花娘娘 說和她有緣 要求她協助 宣揚金花廟 引多些香火進去 那 關德興說 那怎樣 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 然後她說 你不認識不要緊的 到時候平洲就自然有人跟她接頭 即是在寶丹那幾天 然後問她 事成之後你想怎樣 關德興說 我都沒什麼希望的 我想健康而已 不過她有說的 她就很圓妙 就說 關德興 你不需要擔心的 你去到廟那裡 去到平洲 就自然有人接你了 是的 跟著 關德興 打坐 即是 報夢 到了第二天 這個聖業的女子 又接到金花娘報夢 就說了給平洲鄉你聽 是關德興 關德興會來的 不要等一天就來了 大家夾好錢 即是因為金花娘娘就叫她來幫忙 大家籌錢來收出這個金花廟 當時沒有人相信她 果然在那一天 關德興真的去了平洲 那些人就相信她 自然捐了很多錢 從那一開始 每個禮拜 都帶了善信 是平洲金花廟參拜 一來參拜 二來就是籌錢 是 初初本身 聖業的廟祝 跟街坊說 關師傅來的 不知道會不會帶人進來 整網家廟 當時街坊不相信 有沒有理由 關師傅的名字這麼響 會下來平洲 結果真的來了 是的 所以更加信 是的 這裡又要問問Jay師傅 關德興每次去完這個金花廟 帶完之後都病的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樣就糟糕了 我去完又病 我不去了 這個就是我們神明考驗她 如果給你 我不會去的 我病了 一次起 兩次子 第三次我還去 這個就是看你的考驗 所以過不了考驗 首先有一件事 你大病 大病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病 但是我覺得 如果就這樣看文字 或者我聽細蘇白說 類似感冒 那類的大病 不是大病 不是絕症 不是大病 大概都會令他不舒服兩三天 你回到市區 可能會導致你發高笑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考驗 但是其實除了考驗之外 會不會是有一種 就是你從人轉化到 就是可能神啊 或者知而此類的中間的過程 會不會是把你身體裡不好的東西 清身 射了它 射了它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知道 小病是福 就是小孩子發燒 有些人就說發發一下 一定要發燒 這個他們有時候不是覺得壞處 我反而覺得 我們有所謂 道家就說陽氣陰氣 是 精神當然是陽氣 是吧 陰兵陰將 屬於陰氣 或者鬼魂 屬於陰氣 你一個正常人的體質 你這麼重的陽氣 跟你去接觸 你會不會發燒去射 又或者這樣說 我們叫做 你問一些學法的人 就知道了 很多時候他們 坐在這裏 忽然間有一些靈界的東西 他們要不就發燒 要不就有一些特徵 是會比別人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 很多時候是輕微 你覺得會 體溫上升了是正常的 因為你那個 我們叫做怨神 你便會旺起上來 你的血氣便會走得好些 就說去到發燒 我又覺得 是不是神明對他的考驗呢 因為神仙都要考試 但是有些可能是 因為他後來 這個故事他也有說 他說是金花娘娘之後 他在夢那裏 或者打坐那裏 傳法給他 或者傳功給他 我覺得這個 已經是去到日後關師府 為什麼會是 平周金花娘娘的護法呢 因為其實他已經認定 他的弟子要他考驗 你說過法給他也好 什麼都好 這個不出奇 我們很難去 說怎樣去評論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絕對是 起碼有一件事 你都要經歷考驗 我 股時都不同的 你以前收徒底 不是說你來拜我 我就馬上收徒底 是互相觀察 起碼一年以上 以前 收徒底不簡單 不簡單 你收了徒底 他犯的罪孽 你要揹拼的 所以可能 是否把他本身 你以前 身體裏面的隱性的毛病 先幫你治好 或者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或者你有一些罪孽 幫你清除 再加上 考驗你 製造那麼多麻煩給你 因為你如果 只要乘船 帶著徒弟 善信 去金花娘娘廟 不是很辛苦的事 總是給你一些考驗 給你一些 你每次翻身 他都發高燒 你還來不來 你肯來 你也是對他的信任 去追隨一個原則 去為這間廟 不怕辛苦 你發燒 你都準時到 這個證明你的誠意足夠 我覺得也有可能 不過有一件事 就是 關德興師傅 有學道家的法科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他其實有接觸的 我印象中 應該有接觸 網上是嗎 如果做粵劇 我相信也會跟道教有些關係 其實是的 什麼華光那些都是道教的 是道教 我們意思是 他除了對一個宗教的信仰 他會不會參與其他東西 我又覺得他一定很大機會 比我們高 因為他認識很多都是一些道長 道士 即是不同層次 認識那些人士 他真的有拜過師傅 王Sir 所以 有另一個傳聞 除了報夢之外 因為他學了道家 他就跟他的師傅去平州 遇到聖業的民族 葉金蘭 告訴他報夢 才知道 變成前後兩者之間 是有少許時間差 因為阿基所說 是另一個版本 他1981年 拜了道家師傅 李楚甲 做師傅 那是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版本 現在說這個版本 就是平州主持的版本 其實那些版本 經常都一齊 出入 但還是說回那一件事 他總共堅持了兩個月 於是通過了考驗 師傅所說 說你兩個月都敢來 於是就通過了 他媽娘正式收了徒弟 我又想問一件事 例如我們這些搞事分子 去到廟裡出來有問題 會不會是第一得罪了神明 第二可能與廟不合 會不會都有這種情況 廟我就不覺得有所謂不合 因為廟一定是打開方便門 佛教也是這樣的意思 至於你說會不會得罪了神明 我真的不知道 又反過來有些人進去廟 你去裝住香 你純粹是一個禮貌 沒有任何一個尊重 都沒有問題 你總共是有一些詛咒 或者質疑的說話 這件事是最偉忌的 即是等於我們教小朋友 去掃墓也好 你看到骨灰的位置 那些照片你不要說人漂亮 也不要這樣 不要看皮 你千萬不要做這樣的小動作 但是有時你進去廟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些白驗的東西 又質疑性 這個我當然會鼓勵 有時你會得罪了神明 也不出奇 除了我今世的肉身 可能我很多世前 我得罪了這個神明 我咬斷他的手臂 沒有人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發生 總之以平靜深思 不過金花廟 雖然這間廟不是很大間 但是他一些圓廟的故事 其實很多 因為我以前去過 我有一個朋友 他告訴我 在神台下面 他說有一個洞 其實是說 他找過有副骨 打坐這樣化了骨 是在一個洞裡面 他就說 之前是有一個分靈 他轉化成為人 他在修煉 但是修煉不成功 就在這裏 這個就是 金花娘娘的化身 這樣又有傳過 我聽過就是 但是真的有個洞 我聽街坊的時候說 我不知道 我也是聽過 你如果在西貢的古車工廟 他那個大宗 就是那個香爐下面 都說過是藏了一隻馬 因為當時車工的時候 進駐車工廟之後 有一個善信有錢人家 就做了一隻馬給他 就放在旁邊 誰知道附近的田地 就踩爛了 就視為那隻赤馬 踩爛了那些田地 就唯有把那隻馬 就藏回地下 這個當然是 其實有時候 很難去追溯 不過肯定有一樣東西 就是金花廟本身 他有供奉關公 有供奉關聖的 這個就真的因為 關得輕師傅 之後他供奉關聖 再請他進去 再請他進去 因為這個都牽涉到關得輕師傅 然後當然他們再請一些神明 新的神明進去 他都要問准的 他都要問准的 但是之後 現在我們再去的 關得輕師傅 成為了護法將軍之後 你就見到一個關得輕師傅的像 神格了之後 都是在金花廟 那個像是他的子女去做 做了兩個 做了兩個 以關師傅的外形去做 真的都很像 我過親牙去過 我去過 那句歌像是稍後補充的 我再順一下 1982年 金花聖母廟重修完 正如所說 關帝提出了金花廟的牌匾 另外聖母廟的左邊就是關帝 正如所說 關帝提出了 於是 我做了金花廟之後 就立刻 做了阿Sir 因為這樣 關帝就跟他的好朋友 陸志夫 武龍武師 入到這個 平酒金花廟 當然說 真的很靈驗 於是這樣 於是金花廟更加多人去 但是如果你廟 武師就會有 但是如果你武龍 本身真的要有神明 降下來才會沒有龍 有些會分級數 是啊 是啊 我們不知道他 關師傅或者廟祝 大家會知會 你可以還是不可以 龍 龍也都會有 譚弓彈也沒有龍 譚弓彈 但是都要他 他要是 其實你要這樣說 其實武龍 我同意阿Kerry說 就是 誰去搞起這件事 其實他都要先問準 有些降機 有時請扶機 有時要問聖杯 聖杯又不是一次過過 他們通常這麼大件事 要連續三次聖杯 他們才叫做是肯定的答案 就算你修建 起廟 重修 比如我這樣舉例 我舉例 我沒有這麼大功德 如果我想將廟 起大一點 有時不行 神可能不喜歡 我覺得現在足夠 我坐得舒服 我不想這麼多人來 是的 是的 也有可能 會的 我聽過 不是說你放在旁邊 可能大家不合 甚至乎 現在很多時候 一些地方都會開一個小道堂 或者有時 有些大廈裡頭 有些祖先骨灰位 或者牌位 是吧 為什麼有時 他們燒完的衣包 收不到 因為根本 那個堂 是沒有問準的 不可以做這些 功德法事 等於 你燒什麼都報銷了 他先行是收不到 也有這樣的原因 不過我那個關德興師傅 他很信金花娘娘 這是真事 因為我阿嬤 我姓關的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樣 因為我阿嬤那輩子 是認識他的 他有幾年 我阿嬤那時候 還很健康 在上環做生意的時候 他關德興師傅的做蛋 他有份去的 他們要鞠躬 我聽他說 看到 請了仗去酒樓做仇宴 然後那些徒弟、親友 或者那些嘉賓 如果你要去鞠躬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過 我麻去鞠躬 合理的合理 上一堂的禮儀 他們還會保留在這裏 一定是 這是真事 不是傳聞 因為我麻去過 他跟我說 那時候是很後期的事 他帶過我進去 我之後為什麼會知道 我從來不知道 究竟他又說 關德興 因為大家姓關有養 或者諸如此類 這些事情 他們那輩子的事 我就不懂 就是這樣 我當時很年輕 王Sir,還有什麼資料 所說 關德興跟他原配的問題 我後來會有一個QK 到了1985年 但是雙生雙黑的限限 其實已經過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術算是因為 宇宙不斷轉動 這個磁場會不斷改變 所以也有一句 叫做 痞期太久 凡事就不會停留在這裏 我也是聽我媽媽說的 就算他們離婚也好 他們不是沒有來往 他們經常還有來往 有打場路電話 有整個軍事 我相信關師傅 都有一些很傳統的 很傳統的一派 在感情路隧有變也好 或者環境因素有變也好 他絕對一定會看到 他那種正派的感覺 就是很念舊的 他們怎樣都念舊的 因為他 這個也是我聽回來的 他們那時候打場路電話 他是怎樣呢 他是去大東電報局打電話 打場路電話 那時候他打一次電話 那時候兩百多元 那這些事情我相信 沒有得騙了吧 嗯 所以我覺得 他要分開到復合 就是比較少 伊爾莎白泰和李察波頓 就不同了 七次了 這些是葉元 或者叫做宿世姻元 李察波頓和伊爾莎白泰 但是我覺得 關師傅和他原配 我覺得他分開了 不是代表母情的 大家不要 即是雙身雙黑 是的 我們經常都說 離婚 或者是怎樣 完全沒有來往 或者從有愛情 而變為仇恨 但是我覺得 他們未必會是這樣 未必 我想他們也可能 環境因素 大家 因雙黑而分開 是的 可能兩個 很多因素 我想可能 現實生活環境 他都要回來 繼續穩成 他又有醫管 又要成 其實是否只有這麼簡單 我相信旁人 會有這個原因 是的 我覺得是 相信會有 因為 有時候我媽媽 我年輕時 經常把我摔毀 我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去 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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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輕時經常跟媽媽 我媽媽很喜歡帶我去 有時候聽一些故事 後來現在大 我想出來 又有可能 這樣 出奇 然後時間快點 到1995年的下半年 關丁在美國度假之前 平州金花廟辭行 我覺得是有些事情 否則沒有理由 你去度假辭行 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金花社會顯靈 問關丁願不去普道重心 關丁在能力範圍內 是願意的 到1996年的春天 關丁就回到美國 就接受到大學位 4月就去了加拿大 大死方母 跟著去加拿大 跟六軟籌款之後 就染了風寒 食中藥都不好 於是在5月就帶兒子 就是所說的關漢傳 就陪同回香港 去養和醫院檢查 跟著就證實還了胰臟癌 是 是 他就跟我的朋友說 我一身做人處事 都彈求問心無愧 應該做就做 一身之中 最有意義就是抗疫救亡 是 身為賢王子孫 怎麼會見到國家滅亡 生活多姿多彩 都不枉此生 即是他都知道 自己差不多了 結果真的在六二十八天 病小了 一個月 九十一歲 一個月 從入院去一個月 到了1996年7月 關德兄他人葬禮第二天 所說的業主持 就去到寶福山 即是舉辦的地方 告訴他的兒子 金花娘娘已求玉皇大帝 給了一個崗位 即是金花娘娘一個助手 封了姓 就叫關德兄做他的助手 就封了關德兄做護法大將軍 職責幫助超渡陰間的鬼魂 於是關德兄的兒子就叫人做神將 這裡又要問問師傅 他神將有兩個 一個是木將 一個銅將 指定身高十三寸 木將身高十三寸 造型是參考關德的 大將軍是左手握線 右手握劍 代表林文林武 林武相傳 這個木的象 五年之後 就去換花銅象 為什麼呢 這個我真的不了解不到 一般來說 其實很少用銅象 在室內 但是以前香爐是用雅 為什麼又換銅呢 就是有個相傳 當一些師傅鬥法的時候 雅就容易被人打破 打破 或者裂 這是很醜樣的事 換了個銅 你找徐仔亨遠都未必難 那我就聽過 爐 為什麼現在很多時候 師傅已經換了個爐 是用銅的爐 質地呢 那換我 那些我們不說 一定 那至於 用木做主神的原材料 這個是普遍的 在室內 因為我們視為木 才可以 靈氣更加通到 那就是 如果銅呢 就做不到 因為你銅 你不能夠 常個身是實 如果銅 你都是偷空了 偷空了 是 其實神像 我們要講 能否去到靈氣 能否去到靈氣 所以就用木為主 室外的時候 就會變成 一定是用金屬 但是 為什麼它五年後 要換銅 這個我理解不同 我真的 真的不懂 就膚淺了 那就是 關丁先游了103天 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103天 那就是 那個像 就送到這個金花廟 裡面了 當然有些鄉親父老 這樣來供奉 這樣來供奉 所以現在來講 我們就知道 這個平州的金花廟裡面 是會有這個 關丁的 護法張軍像 護法張軍像的名義 另外再說回 再前一點 關丁先說 關德興是籌了錢 來收出金花廟 籌了很多錢 這些錢多了 用不完 關丁曾經 想過 我們可以擴大間廟 民政會申請地 擴大間廟 而他現在是單間 所以一格 通常是三格 兩盡 他不是 那個是 業主持 金花娘娘說 不用了 我要回這麼大間 我不需要再擴充 這樣 就剩下很多很多錢 那其實呢 因為這些很多很多錢 就發生了這個 錢的糾紛 錢債 錢債 很多很多 差 東西 總之一涉及錢 那些錢多得 用不完 那些錢究竟去哪裏呢 結果後期 那些善信 就懷疑有人 就把這些錢 用在自己身上 發生很多的糾紛 那些錢 那些錢 都很麻煩 你家廟有錢 有問題 沒有錢 沒有問題 那些事情很麻煩 所以你就不要大間 那些人捐錢 那些錢多得 最慘就是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修行 錢多都是 你可以掌控錢的使用 正如你都可以放在那裏 這個就是怎樣去使用 其實這個就是很講人性的一面 也可能金花娘娘就是 喂 不要搞這麼大了 再搞這麼大 就是還要再多些錢 那不就還要聚業廠 是不是 可能會是這樣 都不頂 我不知道 所以 一開始 說這題目的時候 我都想著沒有什麼 說的 可能講一些大陸的事情 拍了幾套王飛鴻 原來 我一看資料 原來是這麼厲害的 現在根據 不是我講的 根據文匯報 在2021年9月份的文章裡面 所看到 就話說 就現在 根據2021年所講的 這位主持 就是妙祝 這位葉女士 包括他和他家人 擁有18間物業 這個大家可以查 文匯報 他有講到的 其實被人質疑他 就說這一類型的 所謂叫做 無牌的廟宇 就是 那些錢 大家都明白 但是這些究竟是怎樣 就是 什麼 但是 我不要說廟宇 是 甚至乎很出名的慈善機構 每一年 我們給他看公開的財務表 行政費的百分比 是極重的 然後才能做到一些錢 其實這個就是 逐一說 你用什麼心態 所以 所以 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傳遺 但是我沒有辦法評論 究竟對錯與否 但是根據這個文章所講 他就說 因為有些善信 其中有一個善信 就是姓鍾 鍾先生 根據這個訪問所講 他就說 在這十幾年的裡面 總共捐了千四萬 就是這樣 大家就想一想 但是 雖然劃分如此 有些人就說 這個廟宇 就可能 大家都明白 但是 有些人說 這個廟宇 就是廟宇 但是廟宇的靈驗 就不能夠 大家等同一個類比 那些東西 那就放心 如果在我們的宗教層面 就是說 當一間廟宇 廟宇 做得極差的時候 進駐了廟宇的神明 是可以請辭的 你不會以為 可以走的 是的 他會走的 會散神的 他一散神的 他一散神的 就是重大件事 這樣東西 是有存在 神可以進來 亦都跟你拜拜 所以今集節目 雖然我們都是以度假 或者以這類型的故事為主 但是我都要講一些 坊間現在我們真的遇到一條新聞 我們不是盜人迷信 可以上網查到 真的有這些情況發生 但真的很坦白說 金花娘娘、拜恩元是很靈的 拜恩元和求子女 是的 再說回關丁的故事 我們所說的 他身衣憂患、死衣、安樂 頭皮很慘 他的嫡孫也相反 他的嫡孫是1999年出生 1999年 現在是二十多歲 歲半就習武 歲半 我剛才懂得習武 四歲他在少林寺習武 少林寺 六歲就成為少林寺習弟子 三十四代的權法傳人 息永遠的徒弟 少林方丈息永迅的師弟 部分高到這樣 有化學叫做年輕 八歲 獲班美國紐卡素大學榮譽博士 八歲 做博士 成為全球最年輕的社團博士 嗯嗯 就是所說的 關丁的寶芝林 是出現這個品牌糾紛的 嗯嗯 到了2011年 他的兒子 和他的大弟子 就因為這個品牌 鬧上法庭 就是大弟子就拿了這個寶芝林品牌 關丁的大弟子就上落了 於是搞到寶芝林清盤 嗯 招牌還被破管處撥收了 嗯嗯嗯嗯 那麼到2014年呢 這個寶芝林的商標就由清盤官拍賣 嗯嗯 暗標啊 我不知道什麼暗標 就是大家不知道出什麼錢 嗯 那麼這個關丁的大弟子 就是問朋友借錢 結果中了標的 嗯嗯嗯 結果就拿回那個寶芝林的名字 嗯嗯嗯 所以就是說 其實在 關丁過世之後 其實他本身後人 都積極維護他本身的品牌 是沒錯沒錯 還有他的的孫真的很厲害 嗯 那麼這個可能都是有 會不會是上一代那個 功德 功德太多了 多到這樣 不奇怪 我們常常都說 我們這一世做善 是除了為自己之外 都希望積多些功德 給自己後人 所以 不需要 對了 那麼 阿黃Sir 還有什麼補充呢 差不多了 這集很密集 很密集 如果大家就聽不明白 又或者什麼可以聽到幾次了 如果就聽完 覺得仍然更想了解多些 其實金花廟的故事 其實是網上很多的 是的 不僅是聽我們說的 自己找資料 看完那些故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甚至有時候去平州的時候 去金花廟 就是藏著香 拜阿神 都是一件好事 是的 祈求平安 最重要是大家身體健康 沒錯 即多音樂 新的一年又來了 看看下一集 如果觀眾 如果你們對哪些題目有興趣 我跟Garry說得上去 是的 你們多點留言 還有like and share 都是對我們有一種鼓勵 感謝各位觀眾 我們下一集 看看有什麼有趣味的 我們又去安排一下 好 好 今集就這樣 感謝各位 OK 拜拜 拜拜